你还给我呢 你还给你干什么 还给你再弄死是吗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四年前我们曾经制作过一期关于街头虐狗的主题 拍摄过程令我非常难忘 你是会引火 你要什么去的 打你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在四年后的今天拍摄这个主题 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用蓝牙音响模拟动物惨叫的声音 拍摄过程中没有任何动物受到伤害 让你再叫 让你再叫 别叫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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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说 我捡了骨 你干嘛有咋的骨 流浪骨 流浪骨干你什么事 你不能这么打算 不让你叫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不让你叫 流浪骨 流浪骨 没事 别叫了 流浪骨又不是家养的骨 没事 你别打死他了 不是 又不是你养的骨 他也没有咬你 你能不能别再打他了 去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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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么干 这样不行 你老叫喊 叫喊不能这样 你有没有爱心 小伙子 你别这样好不好 他也没有咬你嘛 对 现在人又收损了嘛 你可以不管他 干嘛你别伤害他嘛 你放了他 你怎么还打他 你怎么很年轻轻的 你这样打都不是打死你 你算什么 流浪骨死就死了吧 能死吧 流浪骨都死就死了吧 不值钱啊 土狗 什么土狗 干什么 街上流浪骨这么多 怎么能搞你 这是生命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犯法的呀 你是不是有病 你得要干什么 你没受救了嘛 你怎么不嫌好的嘛 这都是伤命 你不受救他 也不要伤害他 你也不要虐待他呀 还叫 你看还叫 你看你这样怎么这样 你怎么 不是我捡的骨 你捡的是你的吗 你都说是流浪骨 是你的吗 那你在这 我说我捡你 我都杀了你们 哎呀 我怎么办 你们不要 我拿走了 我跟你有关系 你怎么办 报警 你给我 你这流浪骨 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样 你这样不好 你的心也得多么狠 你说 我有病 不是 你还给我 还给你干什么 还给你再弄死是吗 这流浪骨 是不是还给你再弄死 你有没有一点怜悯心啊 你别打死他 求求你了 你小熟年 你打死他干嘛呢 你说 多了你 这是流浪 你干什么 你不弄他 你要走就是的了 太大了 放了他吧 你好 谢谢您 我们是新媒体大叔军 然后我们刚才在拍一个重能量的视频 谢谢 我好吓着了 你好 左派 谢谢您 不好意思啊 就是模仿这样一种情况 会不会有像您这样的好心人 能去帮助一下这个小狗 然后里面是一个玩偶 然后加上一个蓝牙的音箱 哎呦 是刚才我现在的 你们看 现在多个袋子了 我给你吐出来了 谢谢您啊 没事没事 这什么样好丑啊 没有没有 很漂亮 很漂亮 太多了 谢谢您啊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谢谢